全天剛亮一大群人 站在人行道旁 互相推擠叫囂 惠一男突然一技直拳偷襲 雙方你一拳我一腳 還有人打鬥跌倒 十多人當街上演大亂鬥 你幹什麼 你幹 你幹什麼 不要打 警方迷笛到場 一些人早就落跑 沒跑的早就喝醉 和遠景護槓 我都要轉到次了 我OK啦 不會是不是 我會早氣是不是 你以為是什麼事 街頭鬥歐 最後全被壓制在地 而另一頭 已經有人被帶上警車 遠景發現 他居然是自己人 這位警察鬥事 不覺得丟臉嗎 是打扮打不覺得丟臉嗎 雙手上號被移送 滿臉是傷的黑衣男子 是戲紙分局 一名張姓遠景 他在二十六號凌晨 和有人到大安區 一間酒店消費 期間和別人互看不順眼 最後大打出手 沒想到警方到場控制 他不但不配合 誇張的還在後頭 當時這名遠景 被帶上警車之後 不但不配合 甚至還出腳 將這個警車的玻璃 給整塊的踹破 一腳踹破車窗 搞得車內血跡斑斑 張姓遠景行為 極度脫序 原來有跡可循 一人於四月初 調任本分局服務 調任期間 企業務均不正常 那本分局列為 重要的輔導對象 張姓遠景不只出勤 狀況有問題 過去待過三峽 及永和分局 不是酒駕 就是職勤打瞌睡 至今累積九支申戒 原定三十號 就要離開警戒 這回再度出包 分局長官 也得連帶早養 三星有何夢者有桃 台北報導